來 要過火 每個人都要過火 抵達民眾黨位於台中大肚身上的秘密集會所 前立委蔡碧如邀集眾人跨火爐 替柯文哲祈福 緊跟著點蠟燭代表平安 更寫祈福卡高掛樹頭 希望柯主席能夠在裡頭 好好的保持身體健康 讓能夠平安歸來 祈福活動包含請來牧師 當地道長中西市合併 最後邀請支持者吃象徵去晦氣的豬腳面線 他有請了一個天主教的 也不是很正式的牧師 但是帶著我們禱告 那另外也請了當地殺戮的一個道士 不過一連串的宗教儀式操作 也被民進黨團認為很傻眼 蔡碧如找道士找牧師的活動 在中秋節的活動 也搞成了像法會一樣 所以到底他們是堂口組織 是黑道組織 還是宗教團體 民眾黨現在最重要的課題 是要回到司法的領域 好好的去說明事實 讓真相釐清 每個人用不同的禱告的方式 或用祈禱的方式 昨天那是一場很溫馨的場面 如果我們太歡樂了 外界的解讀就是說 我們好像在洗災了 不過柯文哲的科學理性務實 蔡碧如卻請來道士與牧師祈福 不僅讓外界很不解 也讓人猜測 是否為了要與黃國昌分庭抗禮 因此創造話題 拉抬聲量 3D新聞 綜合報導 4D報告